Hello 大家好 今個禮拜的港股本來都沒有特別的看頭 因為美國的Fansgiving就過了 中國的經濟數據都是預期那麼好的 但是就好像沒有什麼新的動力 估計港股都會上上落落的 誰知星期一星期二開局之後 就發覺都搓得很厲害 尤其是A股 護心300就搓過上5000 然後跌回頭 星期二又再升回頭 所以這個形勢又不是太差的 見到美國Fansgiving之後 禮拜一就跌回 然後禮拜二都升回頭 所以看看今個禮拜的恆指有沒有機會 再試一試26,800點 似乎來說A股會做得好些 站在護心300 即是護心300站在5000點 有機會試完5,100至5,150 5,150這個位置 美股強的不用多介紹 導致在Fansgiving之後 有沒有機會站在30,000點 那麼港股如果兩邊的市場 幫助之下 恆指可能會試一試到26,800點 甚至接近27,000點 但是記不記得找呢 難估計 因為始終來講 疫情好像又在蔓延緊 尤其是在中國和香港這一邊 會對港股構成一些威脅 所以我想就是說 如果你還做一個短線操作的話 暫時都是用26,800點 作為一個目標 下面呢 26,200和26,000點 是一個挺大的支持來的 暫時我覺得就未必會失去的了 中文說 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